花莲市公所办理2020来去菜奇亚活动 第三场跟着厨师一起逛菜市场 8月14号上午由明师傅餐厅主厨庄装玉贤 带领民众前往重庆市场采买新鲜食材 并在餐厅烹煮新鲜美味的料理让大家品尝 市长魏佳贤希望透过有趣的活动 让大家重温逛传统市场的乐趣 花莲市公所举办的第三场跟厨师一起逛菜市场 是由明师傅餐厅主厨庄装玉贤 带领着20位民众到重庆市场来采买新鲜食材 体验逛市场的趣味 采买完之后还回到了明师傅餐厅 跟着庄主厨进入有机菜园 认识每一种可以入菜的植物 同时也参观了厨房设备还有人力分配 而市长魏佳贤也特别参与 和学员们一起来体验在地食材 变成餐桌料理的好滋味 我们明师傅餐厅的庄师傅 来带领所有的我们来参加活动的朋友们 来逛菜市场 那我们从重庆市场开始做一些采买 也让所有的我们来参与活动的民众了解到 其实一个美食佳肴要如何变成美食佳肴 那从一般的菜色里面挑选的部分 都能够了解到整个市场 跟我们人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 那也可以看到一个餐厅如何经营 那怎么样让这个佳肴变成真正能够让每一个人能够赞叹的一个非常好的美食 那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中师傅 虽然现在生意非常非常好 但是他也愿意来行销来推动我们整体的一个公所的一个计划活动 那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样的活动能够让更多的 不论是大朋友小朋友都能够重新爱上在市场消费生活的一个习惯 所以我们希望说未来在这些活动的部分 也能够有更多的朋友一起来响应 庄玉贤主厨今天特别准备五道料理 是以在市场采买的食材为主 他一边烹饪一边和学员们来分享烹调方式 每位学员都仔细聆听请做笔记 大家都是收获满满 市长问家前感谢庄主厨支持市公所计划 希望透过活动让市民朋友可以爱上在菜市场消费的习惯 也希望可以有更多好朋友来响应 市公所未来要推出的各项活动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